好风年纪消息来看到新城乡第二场第三场的部落风年纪 在嘉陵部落以及康乐部落展开 由同睦率领着部落族人们办理年度盛事 新城乡公所也制造了文化礼金 来支持阿美族文化传承的工作 让文化能够代代相传 嘉陵部落赞不赞 爱不爱相传 虽然凯美台风远离了 不过也带来相当丰沛的雨量 不过现在像部落风年纪在27号还是如火路途的办理 就练不到嘉陵部落的风年纪热情登场 再没有太阳的风年纪 大家可以说是在冷气机的温度上来传唱阿美族传统业务 包括嘉陵部落头目 嘉陵村长和丽飞 新的乡公所专员李生旭 原住民司务所所长郑秀英 跟部落头目也一起共襄盛举 新的乡长和丽台也支持文化礼金给部落 来支持阿美族的文化传承 今天早上来到嘉陵村 因为嘉陵村人口水还不多 但是看到大家族人都已经齐聚在这边了 非常的高兴 很重新代表乡长和丽台今天来到这里 我们稍后青年会也受那个胡同木的儿子 等一下稍晚都会来到这边 跟大家一起庆祝风年纪 然后也祝福代表乡长和丽台 祝福大家平安顺心 今天的大会成功 大家健康愉快 谢谢 这个整个文化碎石季在乡长和丽台上任之后呢 我们整个文化碎石季就已经定位了 今天嘉陵部落非常的享受 这个就是真的到底是部落的丰年纪 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的族人 借着我们的歌舞 借着我们的 还有就是借着我们人与人的互相关怀 互相对这个部落情感的连结 紧接着看到部落风年纪也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办理风年纪 各部落的积极号召之下 有许多年轻人回到自己的部落参加庆典 更有年轻人加入活动办理工作行列 例如舞蹈编排 营业剪辑 场地布置 食材准备等等 负责各项事务 充分展现向上和丽台推动部落自制 让原住民文化传承实质的成效 和丽台表示 新城乡四个族群融合了幸福自乡 过年纪除了族人参加之外 更有不同族群的乡亲共襄盛举 也要外地前来游客和大学生们 甚至是国外人士也前来体验以及庆祝 也让全世界看见我们的原住民族 体验我们新城乡的在地风情 花莲站不站 新城棒不棒 好了 明天好不好 好 我们在这里祝福今天一位的来宾 让我们一起加油 乡一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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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乐 离却 豆 乡